孩子听见没 他们说不可战胜 你看人家多会讲话 你看 打喷嚏了吧 膨胀 凯基长也是吧 凯基长也是吧 你这个月的直播 还差点多啊 还差 是埋队书 你去哪儿去直播啊 回来了 你俩不是带伞去了吗 怎么还没雨淋呢 四个人两把伞 下这么大雨 又有什么用啊 你感冒了 不知道 感冒你吃药啊 明天就是出现仪式了 你管着鼻涕去啊 熟梁二姨吃什么药 我趁机洗个水澡 你这是什么 诚哥的外套 我说这个 兔子 哪儿来的兔子 这得谢谢我们诚哥 在儿童乐园区 和隔壁加AD两个人 加在一起 身高快四米的同志 在娃娃机前驰骋沙场 要把整个商场的娃娃 全部夹光的模样 这个兔子就这么来的 这些选手手指灵活 抓这些东西确实厉害 我陪着诚哥这么紧 他都没给我一只兔子 给我 不给 拿来 不给 这一只兔子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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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屏幕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抽签仪式的主持人 小森 大家好 我是金阳 观众期待的全国联赛抽签仪式 将它开启幕 大屏幕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本赛集抽签仪式的规则 请观看大屏幕 大屏幕 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2020年决战平安金孙季赛的排行 可以分为四个种子吃 第一第二名将作为一号种子吃 第三至第六名将作为二号种子吃 第七到第十名呢 将作为三号种子吃 我们在那个种子吃 第一十二名将作为四号种子吃 好的 抽签的顺序呢 将按照ABAB组的顺序 依次进行 首先让我们有请一号种子吃的两支队伍 上台抽签 由于DK战队是春季赛的冠军 所以第一局抽签的队伍将去DK战队 下面有请DK战队的队长杨玄 上台抽签 B组 下面有请DK战队队的队长杨玄 上台抽签 虽然结果已经明了了 还是请诚哥上来抽个签 走个流程吧 出来 出来 好 A组 好的 谢谢 请入席就座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将有请出的是 二号种子区的红剑战队 向前抽签 有请 诚哥 表情怎么那么可怕 发生什么事了 看起来杀气腾腾的 对啊 诚哥 你黑着脸怎么了 别咳嗽 别分体也太难受了 所以你杀气腾腾 脸黑得像锅底 就是为了不打喷嚏 不咳噪 哪来这么多偶像包袱啊 诚哥 诚哥 你确定不用吃感冒药吗 不吃 可是还有两天就比赛了 你嗓子都哑了 怎么止回来 后天就好了 白总 诚哥 你和CK战队简阳怎么回事 还没完吗 他刚看你那是什么表情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早就完了 彻彻底底的 而且我们也不在同一个战区 要碰上的话 也得总决赛了吧 全国联赛节目赛 我们和CK打 好 下面让我们有请 今天的最后一支战队 今年保级队里 杀出重围的黑马 YQCB战队 有请上台抽签 YQCB战队 加油 抽 抽 加油